中秋節快到了市面上開始掀起月餅大戰 高雄市一間老字號江浙餐館 就推出了蘇式月餅 不僅麵皮多層次 用料豐富 口味也相當多元 負責人儘管已經85歲了 但是對月餅製作過程都仔細謹慎 要將正式的蘇式月餅的味道呈現給顧客 用推車把降溫後的月餅 推到大廳裡準備包裝 85歲的豬老闆仔細看著 這一大盤月餅表皮烤工是否做到位 強調不是機器生產 堅持傳統純手工製作 老字號餐廳推出的蘇式月餅 已經成為市場少見的產品 蘇式月餅就是 講起來叫蘇州月餅 那麼蘇州月餅以堅果為主 一般堅果大家都知道比較養生 堅果都比較乾 那麼加上那個加低的水果乾的綜合 那麼調味 所以這個糖分也比較低 吃起來可能會口感好像是硬一點 那麼可以耐放 儘管道地的蘇式月餅市場上已經不多見 也難跟港式台式月餅甚至蛋黃酥來競爭 但喜歡蘇式月餅 少油 清糖 酥香好滋味的客人 還是不少 每到童秋節前總會買一些來解解禪 或是愧贈親友 因為月餅好像是吃饅頭一樣的感覺 它這個很實心 老字號的江澤餐館歷久不衰 同樣豬老闆賣的蘇式月餅也具有特色 不僅麵皮多層 用料豐富 口味更是多元 像是芝麻 椒鹽 白果 或是枣泥 豆沙 玫瑰 都受到許多韜客的喜愛 尤其將月餅切開 裡頭滿滿的餡料 滿足感立刻湧上 沒有特殊的行商手法 也少了中秋禮盒的精美包裝 豬老闆多年來兼職傳統 手工製作的蘇式月餅 甘甜不膩 期待靠著顧客間的口耳相傳 能在今年中秋再創好業績